近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扩大在黑海区域的军事存在 面对北约正紧罗密谷展开的军事活动 俄罗斯也针锋相对加强了军事部署 1号 北约的两批军舰分别进入乌克兰的黑海港口 奥德萨和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波济 据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政府发布的消息 这几艘北约军舰是3月28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黑海海域的 计划停留三周 将同乌克兰 格鲁吉亚两国海军在黑海举行联合军事研习 据统计 2018年北约军舰在黑海水域的累计逗留时间 由此前每年最多80天增至120天 增幅达50% 很明显 北约是在扩大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 俄罗斯也展开军事部署进行应对 据俄军方2号透露 为进一步探测北约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俄罗斯计划在克里米亚地区部署新型沃罗涅日地基导弹预警雷达 这种雷达将部署在克里米亚地区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岸 预计2023年投入使用 新型雷达将全面覆盖地中海地区 用于探测俄罗斯南部和西南方向的空天状况 包括探测飞机和卫星的活动轨迹 以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此外 俄战略导弹部队2号还在西部特维尔州 举行了机动演习 共有约20辆白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 进行了野战条件下的战场机动 在机动过程中 部队演练了野战巡逻 阵地转移 战场伪装 及武器防卫等各种任务 共有400多台大型武器装备和约4000名军人参加